亲爱的小伙伴,我是小薇薇 很多的网友对网络口水歌可谓是嗤之以鼻 然而当专业歌手给这些网络神曲注入灵魂 听完的感受就是赶尽杀绝不留一点活路啊 在短视频平台有着16亿次播放的《山了吧》 被OST女王玉可维演唱之后 可以说唱出别样的感觉 一下子颠覆之前这首歌原有的印象 歌声中的情感处理,拿捏有度 无论是巍巍到来的诉说 还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呼唤 都能够感受到歌曲中的情绪 尤其是那句哽咽之声 仿佛能听到心碎的声音 要不你还是把我伤了吧 我要请呀关命令我发出这句话 天黑之前再讲一句晚安吧 就这样吧 往后的日子变来不扬呀 要不你还是把我伤了吧 我要请呀关命令我发出这句话 天黑之前再讲一句晚安吧 就这样吧 往后的日子变来不扬呀 把它删了吧 这首歌是郁可维翻唱的滑铁炉 翻唱这首歌曲给郁可维带来了很大的争议 甚至有人认为这是郁可维翻唱的滑铁炉 这样的评价未免太夸张了 我只要说歌确实不够好 但郁可维的唱功那是真的强啊 杨宗伟不愧为原唱杀手 在短视频平达有着17亿播放的 我想要 被杨宗伟一秒抢走 还有网友直呼 希望杨宗伟把这首歌的版权买下来 独特的杨氏苦情唱腔 酣畅淋漓的丝毫 可谓是道出了许许多多人的心声啊 不同于原版的是 杨宗伟把雪白的姑娘和漆黑的床 改成了透光的书房和少年的床 立马歌曲的格调就有了 可爱的幻想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 想要透光的书房和少年的光 我想要青春的绿色和树叶的花 不到我将要去的地方 我想要现实的真相 可爱的幻想 挫折今生的放凉 不几倍的伤 我想要彩色的欲望 和夜里的光 抵捉我前掌的欲望 至少年莽撞 最后这首爆红短视频平台的 BGM星空剪影 本来是一首清新甜蜜的小情歌 被《请歌天后》张碧晨演绎之后 少了几分的甜蜜 多了一些内敛 柔和 还有宠溺 这首歌曲听起来更加的沉稳顺滑 一下子让这首歌曲也是高级了很多 听见你的声音 轻轻说我爱你 我就愿意放下所有 求你奔去 精心连在一起 好像我和你拥抱的 建议 精心连在一起 好像我和你拥抱的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喜欢的不妨点赞关注 让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by bwd6 by bwd6